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凰台庆二十周年 乘着这个春风 我也想干一件大胆而荒谬的事情 本来出于一个网友的提议 开始我觉得荒谬 可是现在我觉得有何不可 我过去一年呢 靠着喝酒才能够睡觉 过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本命年 今年我戒了 所以啊 三天三夜我都没睡觉了 我们老板至此里边还说 在这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想在这春风沉醉的晚上 哥们我是彻夜无眠 所以我回到二十年前 回到十八年前的这一天 这位网友的提议是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原样看看 第一集的《枪枪三人响》 因为我也是要脸的人 现在看起来很僵硬 很做作 很局促 很尴尬 很不好看 但是毕竟我们是从那来的 所以我也不怕愁 我想就这么干 在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不想看的朋友 您就可以不必理会了 如果有《枪枪情节》的老朋友 咱们就这样过几个生日 好不好 我现在就让大家看 十八年前的第一次《枪枪》 也算是我三十而立的第一个节目 一切都从那个时候开始 《枪枪三人响》 周一到周五 你们好 我是斗文涛 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 李春恩和张坚廷 你好 李春恩是这个专栏作家了 著名专栏作家 说著名都是不出名的 李春恩今天有什么开场白 我呢 你就算我 你是更著名的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 张坚廷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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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李春恩 我这个平常跟人打听你 他们都觉得你这个人很神秘啊 我想知道今天你一开始会给大家说什么话 今天呢就是因为那个克林顿又有新的绯闻 因为有一个1983年的前渡美国小姐 就自己站出来报内幕 就说她曾经跟克林顿在小石城有过一夜情 那时候克林顿还在做州长 那她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呢 她说曾经有人出100万美金 像她买的新闻她都不说 现在她站出来呢是为了帮克林顿辩护 因为所有的给克林顿性骚扰的女性 都投诉说克林顿是那个利用自己的职权 就强人就范 让人就范 但是她说她不是她是自愿的 大家你请我愿 她觉得她是捍卫克林顿 结果是踩了一跤 实际上克林顿心里苦 但是你这个是很旧很旧的新闻啊 最新的最新的有一个终于有一个女的站出来讲话 她说克林顿的这个人呢她她不是那么坏 因为她没有跟她发生关系 虽然她们关系那么密切 就说有一个女人没有跟她发生关系 对那就是她太太 Hillary 希拉里 真人俊子真人俊子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 今天呢是这个4月1号我们节目第一次播出 大家看的清清松松实际我是战战兢兢啊 真是希望有上帝出现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就是啊 这个上帝拯救地球飞碟会啊 飞碟会的教主陈和鸣 原来呢预言就是在3月31号 美国时间的上午10点 相当于咱们香港时间的呢 今天的凌晨的零点钟 上帝会坐着飞碟来 而且把这个他的信众们接到天上去 这是他的预言吧 而且他这个还提前预言 在25号的时候 上帝会在美国的电视频道上出现 告诉你们我什么时候来啊 让你们怎么做好准备 但是实际25号电视上没出现 这个这个预言就破产了 所以一破产他自己 我觉得也是一个敢说敢当啊 上爷就说说你们可以骂我 你们可以说我什么都好 确实是没有这个预言 他当时不是说要自己剖腹自杀吗 如果上帝不来他就自杀吗 你说的他当时怎么说啊 我还真的找到了在去年12月23号的时候 他对着媒体公开说的他的预言 咱们听听他当时怎么说的 这位头戴斗笠手拿着上帝显像照片的男子 就是近来备受瞩目的真道教领导人陈和民 他在现场除了提出1999年人类会因为核战而毁灭的预言之外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介绍了站在他身旁的两个小男孩的特殊身份 一个是耶稣基督再生 一个是释迦摩尼转世 圣和民还宣称明年3月31日上午10点 上帝会以完全与他同样是人的形象模样降临在世间 与世人同甘苦并且拯救人类 他并以生命丹保说明年3月31日如果上帝没有降临 他愿意将以自己的生命交给世人任人处置 任由世人处置 我认出了那个胖的是释迦摩尼那小孩 瘦的呢 瘦的那个是耶稣 对 那个形象他根本就导演形象 我觉得他如果坚持理想的话 他现在应该一死以泄天下 诺查大马斯的预言好像人们说有很多都是准的 像是预言什么希特罗的出现都预言到 就差一个名字差一个字什么 可能那些预言呢 你看他几百年前讲的话呢 几百年以后呢 从很多事情发生可能扯一点关系的都把 巧合就把巧合弄起来 你知道吗 都把它扯上了 我想这个 但是我很喜欢他那个结尾 他就说在2000年的时候呢 就会世界大战 然后2000年 1999年 我还记得这个话叫1999年七之月上 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 而且那恐怖大王在哪 在中东 现在大家就假设呢 那个是萨达姆 然后他就会发飞弹呢 就打纽约 那个方向是纽约 那大都市是纽约 打 就打20年 那跟我们远东没关系 中东跟那 跟美国打 打完以后打20年 那就以后就和平1000年 这次陈恒明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降临之后 从4月1号开始 除了美国之外 全球就一片黑暗 然后最后大灾难 发生核战之后呢 美洲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就会喜欢美洲 说美洲会脱离地球 奔向火星 所以他的那些信徒要到美国去住 最后可以移民火星 他是给萨达姆打完了以后 那个就走了 你知道以前 那个苏联跟那个美国啊 就有 他们有矛盾吗 最怕的是什么人 加拿大人 因为他们非常的打在那个上面去 砰砰 中间那个爆破 然后加拿大都坐在那个中间 那是 但是这种这个预言呢 往往都需要借助于有一些神迹的出现 对不对 你得有一些让人让人觉得 这个飞碟会有神迹吗 我就觉得所有的东西就是 你比如说这一次飞碟会 它里边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我觉得是一种心灵的需要 心灵空虚 所以在台湾这样的社会呢 就比较混乱 那个人的意识啊 因为他治安也不好 读书风气也很好 啊 那个民间那个社会 暴力的倾向又很厉害 所以在一个很混乱的环境里边呢 那人就需要一些平静的 有一个人类学家啊 他这个写过一本书 就是讲到人为什么会信宗教 说是因为恐惧 就是原来这个人类猿人的时候 离开大森林 是吧 到了一片旷野上 那么他看周围 他的那些庞系亲属 都是四只脚走路 就他空着两只手 在山洞里待的闷了 出去散散步 一出门 一个闪电 他就觉得那是有谁不高兴 冲他发脾气 所以这种周围 很充满恐惧的情况下 他就一定要信一个东西 让自己得到这个安宁 所以这位人类学家就认为 这就是上帝的来源 不过说实在的啊 我还真的打电话前两天 问了这个香港的基督教会的一位林以诺牧师 我就问他陈恒明说的这个上帝啊 跟你们基督教这个上帝是不是一回事 好 想不想知道答案 知道 那咱们下一把回来再见啊 枪枪三人行说话就回来 第四个公司 这个陈恒明他这个飞碟会啊 他也是说自己是 这个相信的是上帝 就上帝到时候降临地球了 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位 这个香港基督教会的林牧师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陈恒明说的这个上帝 跟你们说的上帝是不是一回事 他说不是一回事 而且他说呢 说陈恒明说的那个上帝啊 跟他这个有本质的区别 可以有三点来做鉴别啊 他说一个正统的基督教 说呢上帝到来的时候啊 是这个腾云驾雾而来 驾着鱼而来 但陈恒明说的这个上帝呢 是坐着飞碟来 就说他说即便是真的呀 也是一些什么比较低级的 灵界的一些生命 而不是这个上帝 不同 他那是西游界 咱是啊 咱中国这个宋悟空也是腾云驾雾 第二点呢 第二点他这个说的是啊 就说上帝啊 从来没有叫人这样等待他来 就是说呢 像陈恒明就让他这个教徒啊 储备粮食 储备这个水啊 以便这个世界大灾难的时候 可以藏身呢 他说圣经上讲了 上帝从来没有叫人这样 等待他来这个叫您地球 这么深挖动广积粮的等 就是也不用广积粮嘛 他那时候啊 五语二饼不就就就大家都吃了就够了吗 这个时候 对啊圣经上这么讲了啊 就上帝会供给我们食粮的 那你们觉得呃 这种神神怪怪的东西啊 在台湾那个市场特别大 嗯嗯嗯嗯 我就觉得是 而且他那个教会里边 有高级知识分子 第三点还没讲吗 哦对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说这个呃 不是上帝曾经说过 没有人能够预言 嗯 他什么时候到来 啊这个林牧师跟我讲啊 他说呃 历史上好多人都预言过 上帝什么什么时候会来 是陈泽明这个并不新鲜 但是呢呃 实际上都预言错了 这就因为上帝自己曾经说过 没有人能够预言 他何时到来 所以上帝自己说过 呃在圣经里面讲过吗 圣经里面讲过 所以他说这个人不应该去预言 他什么时候到来啊 嗯 那么他到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呢 来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三个里边可能有一个上帝 哎 这就是陈泽明的说法 啊 就是说上帝可以呃 化身为他自己的形象 出现在世人面前 就是那个 这儿 在这儿 人人都杀手 人人都上帝 你有你有没有问那个佛教 那个他们呃 释迦牟尼怎么样来的 他那个肥肥的跟那个 有没有 你说他有没有跟你讲 这方面我不敢放假 我就知道达摩是一夜堵江啊 啊 现在都是说呃 连基督教就连这位林牧师也讲了 连基督教其实也有很多神迹的报告 就是说呢呃 关于这个上帝的灵灵 他们也有一些报告 他跟我说有一个新加坡人呃 在这个祈祷上帝的时候 在一个众人的宗教集会的时候 他需要补牙呀 嗯 就说这个上帝就替他补了牙了 然后呢 这个张开嘴 他觉得嘴里有点动静啊 张开嘴一看 补牙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银色的 十字架 有个银色的十字架 你知道吗 他们但是这个是基督教承认的 认为这确实是上帝的显灵 基督教承认是不是凡帝港那是承认的 是啊 要有很多神迹要在凡帝港 对 被确认了以后才叫神迹 对 比如说德兰修女 他到现在 他那个圣子还不断加上去 因为他 他的所有的事迹 凡帝港的教廷还没有承认 他是圣迹 嗯 好像任何的这个 这种所谓的教派呀 一些这种能够吸引很多人的这种组织啊 甚至是一些邪邪教啊 都要依赖得拿出一些 真评实据 特异功能吧 或者是让人看到这个 不与众不同 不同寻常的事情 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叫 叫蒙成 蒙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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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们以前拍电影的人 常去那个他的地方 就问他那个改名字 他特别对那个改那个 电影的那个 那个明星人很有兴趣 不过呢 改的按照他自己的那个 喜好 不是根据那个什么五行 他只是喜欢什么的帮你改 以前卖家那个新一层的时候 他改了很多名 就戏名改是吧 对 就改了一部电影的名字 对对对对 那这个电影是不是真的就会好卖呢 那个时候所有电影都好卖 啊 呃 还有你们记不记得大陆这种张宝胜 最有名的了 张宝胜 哇 剪几摊我就走 喂 张宝胜 其实我是这样 我听人家说 啊 听谁呢 金庸 金庸他们啊 那个时候跟香港 呃 几个知名人士去 然后呢 就是说呃 省得不得了 把那个名片啊 让另外一个 那个时候一个明报总编辑 姓王的王世纪 他给咬碎了 咬碎了以后 然后在他们在之前 咬到之前 在名片上签了名 签了名以后 他就给 咬碎了以后 给他 他拿了一团泥一样的 那个名片 然后就给还原 那三个签名还在上面 那金庸他们是不是看出什么破绽 没有看出破绽 你说你是 就当一个表演 你是听说 我是亲眼见的 啊 我觉得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我 我们那个香港的明星 呃 主组呃 明星输球队 追求队 上去 几十个人 我能看到 他说要来表演啊 啊 我们就希望他 看到别人 刚才你说的那种东西 但是他 十几分钟 半个小时都没做 然后忽然间呢 他拿那个衣服 啊 他说 哎 拿衣服过来 然后他把那个手 放在那个衣服里面 忽然间他看见那个衣服冒烟了 啊 然后那个 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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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他说 我看他好像那个 在擦 在擦 擦 擦什么那个 擦什么 化学 那个物品 然后就出烟了 然后我们说 哎 你变那个 那个 药丸 对不对 他不出声 忽然间从那个 下面 拿了一个条根 那在那个 扭在一起的 我们说 我们没有 需要 我们没有说要这个 他要 不出声 然后他说 你过来 然后 他 哎呀 那个手 哇 很多的电的 哇 整个跳起 哦 就电了一下的 对 他们说 哇 那电很厉害 然后 很多人过了三个小时 不是 一个小时 我们上房间 把他那个电 电的地方看看 原来都是那个针孔 针孔 都是拿那个小针 来针 针你啊 好像 除电一样 对不对 就说他手指都里面 他习惯完 骂的钥匙 他说 怎么可以有这么一个人 在国内那么出名 但是 张宝胜这个人 我是听人说呀 说他比较顽皮 说他确实功夫是真的有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呢 就不给你用真功夫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魔术 来骗一骗你 那如果你说了魔 说魔术的话呢 就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你好像那个 大卫科普菲尔 变走那个自由女神像的 但是他说 他那个不是那个 他是 那个是魔术吗 你觉得是魔术还是 当然是魔术 我看了 真的我看了 哇 没有 你在后面看了 没有 我在美国看了 我看不出那个问题 然后呢 陈隆告诉我 他说 David Copperfield 告诉他 你来 我给你几个 你在我后面看 陈隆在往的 蹲在那个 那个后面看 哎 真的是假的 但是那么简单啊 我在前面看不出啊 就是无论变调飞机啊 还是什么 很 飞机这个 他没看 很大的声音啊 不容易让你看见 还有更灵异的事情 我们下一趴回来再说 枪枪三人行 说话就回来 我们还是说回这个教主 陈奉明 飞帝会的教主 陈奉明啊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到底是一个睁着眼睛 说瞎话的这么一个骗子 还是说他自己真是很坚定的信仰 就是他自己真的信念很坚定 甚至于他真的感应到了什么 的东西呢 就我们现在的理解呢 他是如果他不是骗财骗色的一个神棍呢 嗯 就是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 因为神经病到了极度神经病的时候呢 那个人就自己变神了 你知道 他不是神经病 他是一个很有激化的 骗钱的人 你看他每一次 说我三月几号 四月几号神来的时候 他半年前讲的嘛 在半年六个月时间里面 他有很多时间去骗钱嘛 对不对 但听说他的这个财产也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他这个也表示 对于那些因为他而追随他而失业的人 他也愿意给他们补偿 有人怀疑他骗钱 但是在法律上还没有真正的裁定 就是他是一个骗钱的人 所以我问过这个香港这个基督教那个林牧师 他就说我们宗教 我们基督教判断什么是邪教呢 就是说一个有的邪教呢 是牵涉色情的 比如说前两年 他在香港来过一个叫做上帝的儿女 这么一个教派 从澳门那过来 就主张性滥交的 集体性滥交 他是这样 他那个呢 就是在一个餐厅里边 在一个餐厅里边 那就来唱歌 弹吉他唱歌 卖CD 然后呢 你买了以后呢 他就问你要不要找女孩子 然后他 他那些女孩子呢 全是义务义工啊 义工 义工 但是你要给钱啊 如果你要是光顾的话 要给钱啊 他给了钱 他就把那个钱赚了 就拿回去教会 他就有那么一大批的女孩子 为这个教会服务 其实在香港啊 那个特异功能啊 这个 最回祸首啊 他都是这个李崇恩这个人 我告诉你 他那个祸首是你 他那是什么 介绍了什么 那个特异功能呢 有一个什么什么叫什么 李建军的那个人 当时呢 特异功能还没有 香港人家还没提过这四个字 嗯 那我呢 就在啊 石井三呢 访问了就是啊 珠海石井三啊 访问了李建军 啊 李建军 李建军 那个时候李建军的 闲头是啊 首长保健医生 嗯 又是西安武警学校的教官 那他是透视眼 他说他可以看得透 那个身体里边有什么病啊 什么都看得透 嗯 那当时呢 我是坐船从香港到珠海 那路上我就吐了啊 吐了以后人有点不舒服 然后啊 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那在那呢 我也没告诉他 他就给我看 然后开始给我看呢 什么啊 脑神经稳乱啊 就是说我可能有神经病倾向啊 那个眼底有黑斑啊 嗯 再看下去呢 就是肝大一指啊 啊 然后他就说你肚疼 我说 很多人都会说肚子疼的 他他不是 你听我说 他说你肚子疼 我说我肚子不疼 他但是你小肠红肿发炎 小肠是什么部位 小肠是大肠 比大肠小一点 你坐船啊 你头晕啊 胃不舒服啊 跟那个墙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你肚你胃 你胃不舒服啊 他说小肠 那他正好我肚子不舒服 那回来我就把这事给写了一下 然后他又看出来 我第几节那个腰椎呢 受过伤 我真的那个地方受过伤 不过你说这个能够算这个身体的啊 我原来在电台做过主持人 当时有一个用一经算卦的人 叫张延生 非常出名 然后我就把他 是在北京的 然后我就把他请到电台的直播室 请了我的一些男女同事 让他去算 他是用什么呢 用名字起卦 就把你的名字写给他 他就说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 反正到最后呢 大多数人说的都是似是而非 比如说你的胃可能不太舒服 你可能经常头疼这种 但是呢 有一个 就他跟一个女同事讲啊 就讲这个女性 每个月都有的这个生 生理周期的一些特点啊 这个女的听了就觉得不是 但旁边一个女同事一举手 大师大师你真灵 你说的那个跟我的一模一样 他没说他 就说反了 后来我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这个张先生就说呀 他说你这个 他们写的这个名字啊 都是用简体字来写的 他说我这个乞卦呀 要算笔画的数目 是要用繁体字来算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 但是我就觉得 我说大师你怎么提前不说 这个时候说呀 而且张先生 还好那举手的不是你 大师太灵了 但是美国有一队那个摄影队 去国内 他们说他们有一秒钟 有一千格的那个摄影机 他们公开的说 希望那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 在他们面前表演 因为他那个一秒钟 一千格那个飞灵啊 那个胶卷啊 那么可以 什么问题都可以拍出来 他们希望 有这么一个功能的人 他给钱 希望他们给他们拍些 但是呢 他们讲了很久 都没人来出 那个出现的 对 在世界上有一个那个魔术师 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团 到处去去验证这种现象 最后确实他们没发现 一例能让他们幸福的 在中国有一个司马南 我曾经采访过他 这个人 照北京人的话来说 也是属于特别嗝的那种人啊 他当时让我吃玻璃片 他说我现在就让 凤凰卫视的男主持 给大家表演 你就能够吃玻璃 我吃了呀 真的 他就是让 把一个小小小的灯泡砸碎之后 一个小玻璃片 他就教我 他说你嚼在后槽牙这个地方 你慢慢嚼 你一定要把它咬到特别碎 特别碎 然后给我一杯水 把它喝下去 他说这个玻璃呢 他说人的这个喉咙 本身就能通过什么 一厘米的东西 他是个专门去拆穿这些 对专门拆穿的 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 家庭观众切勿魔法 因为专人训练 因为他说你嚼碎了呢 就跟这个沙子一样 然后给我表演完了之后 我旁边还有一个主持人许哥辉 就凤凰卫视的嘛 然后他说 他说现在我让你们看看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哥辉 来个油锤灌顶 两块砖 放在你头上 然后许哥辉怎么也不干 但是我发现许哥辉 还很很会说话 就说说说司马达 这个我不是不敢 让你油锤灌顶 我是怕你把这砖砸碎了 这个砖碎渣子 粘满我一身 把我弄脏了 香港也有一个专门拆穿的 叫曹鸿辉博士 他也是用科学 科学的道理 去拆穿那个特异功能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你比较在 用比较科学的态度去看 因为现在的科学呢 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那个特异功能 那我就有保留 那那个飞碟会呢 但是我们太愚昧了 你知道 现在我们看电脑 我们看飞机 我们人类可以设计一下 根据科学物 设计的那么多 那么神奇 非常天空 但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那你怎么就听不到了 没有 刚才让各位见笑了 大家在我们生日这一天 跟我一块回到当初 回到起点 不管看上去我有多么愚蠢 但是毕竟18年的腔腔 就是从当年的这个愚人节 一路走到今天的 经过长足的思考 我确认一个事实 腔腔谁最重要 嘉宾最重要 观众最重要 我只是小三 绝不是故意谦虚 也不必多做解释 此中争议 为我深知 所以我在这里 要狠狠的感谢18年来 每一位嘉宾 18年来 每一位观众 今天 腔腔回到零点 明天 还要继续腔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